欢迎收看汉天新闻 我是主持人子彤 首先来看新冠疫情动态 截至到截稿时间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到1840万2590人 死亡人数为323779人 加州确诊病例已达到19290053人 死亡人数为22928人 全球确诊病例已达到7794万7161人 死亡人数为1713383人 我们再来看南加州的最新疫情数据情况 洛杉矶线截至到截稿时间 累计感染人数为634849人 死亡总人数为8931人 华人区居住地带感染数据分别为 阿杭巴3263人 阿卡尼迪亚1282人 艾尔蒙蒙蒂9449人 孟吹胖2323人 Rosme 2296人 San Gabriel 1568人 城县累计感染人数达到128181人 死亡人数为1777人 圣地亚哥感染确诊人数为129717人 死亡人数为1283人 河滨县确诊人数为15422人 死亡人数为1753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消息 据圣诞节不到一周 美国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一举飙破40万 以近一倍的增幅刷新了全球单日最高记录 累计确诊跨过1800万大关 在重症病房濒临满载之际 莫德纳疫苗预计22日起施打 全美累计已逾27万人注射辉瑞疫苗 据美国疾病控制剂防御中心CDC 18日新增确诊达40万3359起 比前一天的23.1万暴增了75% 也打破了11日写下的24.4万例的新高记录 死亡数则为2756万 CDC并未明确说明确诊激增的可能原因 不过20日出炉的19日新增确诊 降至了196295例 因新冠送命的人数为2517人 CDC指出到18日为止 过去7天全美平均新增近24万确诊 创下年初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另据大西洋月刊的数据追踪 住院患者逾11.4万人同样缔造了新高 华盛顿大学的疫情模型预测显示 单日确诊和死亡将持续升高 到明年1月中旬 恐新增3750例 明年4月初累计死亡将冲上56.2万 代表未来的三个多月会有20多万人因新冠死亡 美国食品纪药物管理局FDA上周五为莫德纳疫苗开绿灯后 CDC咨询委员会19日表决通过 建议18岁以上的成年人使用该疫苗 只要CDC局长瑞德菲签字接受 莫德纳疫苗即可以开始配送各地 白宫趋速行动疫苗项目小组营运长表示 渴望在年底前把2000万剂疫苗配送到各州 根据CDC资料 截至19日全美至少有27.2万人接种了疫苗 但基于部分地区可能延迟了通报 此注射人数只是最保守的估计 辉瑞疫苗上路后 又有两名阿拉斯加第一线医护 在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 但情况并不严重 该州迄今累计通报五例 其中两例为严重过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伊利诺伊州一家医院 19日一度因4名医护出现发麻 心跳加速等反应而停止注射 但20日已经恢复了接种 田纳西州一名护理师接种17分钟后 出席记者会 竟当场晕倒吓坏众人 CDC指出正密切注意疫苗过敏反应的通报 将为有过敏史的民众拟定建议 另外世界维生组织宣布 世卫已于多个疫苗研发或生产机构 就疫苗的采购事宜签署协议或异象声明 保证世界维生组织主导的COVAX全球新冠疫苗计划 将能获得近20亿的新冠疫苗 这些疫苗最快将从明年第一季度开始提供给参与计划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近日席卷英国的新变种新冠疫苗发表态度 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 这是疫情演变的一环 无需过度担心 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在一项线上警报会上说 我们必须找出平衡点 透明性很重要 向大众说明怎么一回事非常重要 但清楚地解释 这是病毒演化的自然过程也同样重要 莱恩还说 能够在第一时间这么密切 谨慎与合乎科学的追踪病毒 对全球公共卫生而言 确实是正面的发展 这些能做到这般监督类型的国家应该受到赞许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引述英国的相关数据 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变种的病毒会让宿主症状更加严重 或比目前主流病毒株更加致命 尽管病毒变种后确实看似更易传播 莱恩指出 各国出于极度谨慎对英国出台的旅行禁令 这是出于谨慎更重要的是 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病毒变异的情况就是会发生 世卫官员还表示 截至到目前为止 英国出现的变种新冠病毒突变的速度比流感病毒还慢 并且传播力不及流行性 限三言 第二家美国药厂的疫苗12月21号起开始配送给需要的人们 另一家药厂强生公司的疫苗也获得进展 美国卫生专家表示 目前英国的变种疫苗株看来致命率不高 拜登则在星期一接种疫苗 美国国会通过新冠疫情经济疏于法案 负责配送新冠疫苗的驱速行动小组 星期一上午11点30分召开了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负责运输行动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表示 本星期将会送出590万剂的莫德纳公司疫苗 辉瑞药厂的疫苗上星期已经送出了290万剂 这个星期还会再配送210万剂 英国因为出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株 并且疫情区发严重 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驱速行动首席顾问斯拉维医生在记者会上谈到英国变种病毒的情况 斯拉维医生说 我相信大家都对英国的情况 以及某株带定变种病毒很关注 我今早与我英国的同行交流 我想就科学上来说 目前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 蜘蛛变种病毒更加具有传染力 不过有清楚的证据显示 有更多人得到了蜘蛛病毒 或者是由于它的传染力较强 或许是因为我们现在无时无刻的进行基因编码 所以更经常的见到这种病毒 之前他在英国东南部人群当中传播 英国医疗人员并没有特别的寻找蜘蛛病毒 所以可能就是他默默的传播开来了 我们现在发觉也可以使他的传播力比较高 不过清楚的是 他的致命力并没有比较高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呼吁 年底圣诞节跟新年假期即将来临 大家要尽量的留在家中 如果不得已要出门 也要记得戴上口罩勤洗手 保持六尺的社交距离 他说明年底的假期美国的疫情应该还没有完全消退 大家到时候还是要保持相同的警觉跟防疫措施 不过情况将会好很多 而且从本次行动 也可以确保明年的节日防疫更加顺利地进行 除了辉瑞药厂以及莫德纳公司 美国的强生公司的疫苗研发也取得了进展 斯拉维医生说在强生公司的疫苗方面 他们已经完成了招募实验 志愿者的行动 在这里大约有4万3000多名实验对象 这对于实验来说是很值得称赞的速度 不幸的是 在拉丁美洲和美国进行的研究中 大量病例增加了 我们希望在1月初有足够的病例进行恰当的中期分析 我们与强生公司努力合作 并迫切地确保我们的最大程度或是最佳的推出疫苗 将会生产由品管的配方试剂 并在2月推出 驱速行动的专家特别强调 如果社会当中没有足够的人打疫苗的话 将会导致病毒战胜疫苗 这样就起不到防疫的作用 拜登以及他的夫人吉尔·拜登 星期一公开在电视镜头前接种疫苗 哈里斯参议员以及他的丈夫 预计下星期接种疫苗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日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重要通知 称因近期从美国输入中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大量增加 决定调整回国检测标准 12月19日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布了进一步的重申 非必要非紧急不履行 以及调整核酸血清抗敌检测有关的重要通知 通知中表示 近期从美国输入中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大量增加 多数确诊病例与旅途中传染感染有关 部分也与中介机构实验室存在违规操作 以及检测后不能遵守居家隔离要求有关 截至12月18日 美国疾病控制于防疫中心西底西统计的美国确诊病例已将近1700万例 西底西并预计2021年1月初仍可能会有每周120万至230万新增报告病例 为保护中外乘客和航空公司乘务人员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根据国内最新的要求 驻美国使馆、领馆现在再次提醒大家谨慎考虑疫情期间的感染风险 务必牢记、非必要、非紧急不旅行 同时对确有紧急旅行需要的乘客进行新冠病毒检测、核酸检测 血清抗体检测相关的要求做出了进一步规范和说明 一、美西时间12月23日临时起 血清特异IgM抗体检测必须由专业的医护人员通过静脉血方式完成采样 检测报告必须同时表明血清IgM静脉血等滋养 不再接受止尖血的方式完成检测 报告上还需明确的显示具体的检测方法 包括胶体筋法、化学发光法、霉莲免疫法 如为上述以外的检测方法必须注明具体的方法 二、美西时间12月23日临时起 核酸检测报告除了需注明、显示、核酸、RT、PCR等字样外 还需要明示具体的采样方式 包括烟柿子、鼻烟柿子 如为上述两种以外的检测方式必须注明具体的方式 为防止检测后跨州旅行感染的风险 复华乘客需前往本人搭乘的中美间直飞航班起飞地 进行核酸抗体采样 并送往相关实验室检测 有关具体安排如下 目前中美间直飞航班起飞地为 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纽约、底特律、达拉斯 乘客请根据锁购机票提前前往航班起飞的地点 完成鼻烟柿子、静脉血等采样环节 采样后在该地等待检测结果 获得检测报告后立即上传 申请并获发健康码后成绩 采样需送往驻务美国领事馆 公布的实验室机构检测 请自行提醒 请自行提前与采样机构确认 是否可以送往相关的实验室检测 有关实验室名单将另行发布 且不定期调整 请密切关注通知提醒 申请健康码时出小程序后台规定的核酸抗体报告等内容外 请同时上传机票行程 起飞地采样的证明 诊所报告、证明信、采样现场照片或收据等 对于系统无专门上传窗口的 请在上传报告窗口提交 自美西时间12月23日零时 驻美领事馆将指受理来自公布实验室的检测结果 并开始结合机票行程 采样地等标准综合审核 此前驻美领事馆仍按照原政策受理各地申请 关于美国国内的行程 驻美领事馆仅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在复华国际航班时检验健康码 但不排除美国一些航空公司有额外的要求 或现场工作人员有不同的理解 请乘客务必提前与航空公司沟通 或避免购买连程机票前往国际航班起飞地城市 4、驻美领事馆将就美企申请于采样机构 实验室核酸检查结果的真实性 请乘客在检测时通报采样机构 检测实验室同意向使领馆公布检测结果等 个人信息 请乘客前往起飞地时务必做好路途 住宿期间的个人防护 采样检测后居家隔离尽量减少与外境接触 以免影响个人身体健康安全和复华的行程 美国多州已经宣布实行不同程度的限制进入本州 居家隔离规定 请在前往起飞地前详细了解有关内容 严格遵守当地的防疫要求 随后大使馆发布文章关于调整核酸 血清抗体检测的有关措施这件事 我们要对您说这些心理话 对调整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